这个肩挺好玩的 就是在八几年 八八年左右的时候 那个时候 所有的服装品牌 整个风格是非常的浮夸 然后扩形上 就像阿妈咪那种很大的那种肩 很宽的那种肩 它当时就反肩道而行 然后做出了很小的那种 小圆肩的那种肩形 有没有发现 自从音乐 手洗了 对 原来找到了原创 她是个孤独 即使她 她曾经参加了她 She was a visitor. 像鐵鍊,那個鐵鍊,是不是? 所以這個設計師也跟這個模特兒一樣,從來不讓人看到臉,是吧? 很神秘,媒體都看不到,是吧? 一開始媒體可能會覺得這是他故意的一個噱頭,後來發現其實就只是性格時代,就是這麼一個性格的人。 就剛才有一個覺得那個走過的那兩個模特兒有點像諾蘭的那個,上一個那個電影。 就是他因為他頭髮是蓋在前面的,感覺像是那種時間往回倒退的那種。 你看他2009年的時候,就大量的使用這種不同的這種材質,然後進行拼接。 混合風,就是在現在是很多的性格的一種。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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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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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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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哪有的 AGD 这个绣型在今年的Massmallow里面有看到 从绣中线沿着绣缝剪开 这种破坏性的设计元素也是它经常用的 包括刚才出现的那些剪破的那种背心T恤衫什么的 就是它一个常用的手法 Massmallow后来被时装工会邀请到参加每年的高定走秀 这个他自己觉得是一个对他非常大的一个肯定 就是他当时接到这个邀请的时候异常兴奋 这个像寻称一样的蛋糕群出来了 这个就是Massmallow这个牌子20年的周年庆 所以他们做了个蛋糕应该是 然后所有的团队当中的人就一起出来谢幕 然后你可以看到那个大家穿着那个白色的像实验室服装的那个白大褂 然后有缺拉弹唱的这种各种形式出来很高兴 但是大家这个时还不知道其实它已经悄然离去 就没带走一片云彩 全部露脸了 对 不知道这个Massmallow以后还会不会再回到这个时尚行业 但是这也可能也是个谜 他可能也会到其他的行业发展他的那个设计才华 但是他有一个纪录片里面采访 就是问他你有没有在时尚行业当中讲完了你所有要讲的话 然后他的回答是没有 咨é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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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é哏 咨é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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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